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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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起聪 大家最近呢是不是一直都收到这个电讯公司的 骚扰电话 我可以称之为骚扰电话了 因为还真的是很多 有时候呢一天呢可以借超过两封 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呢来两三次也不奇怪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block掉这个号码 ok so 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呢 现在我们国内呢有两家电讯公司呢 都是提供网上上网服务的 打到很凶啊 一个是M公司 一个是T公司 当然我不能讲名字了 讲名字的话等下不知道会不会中诽谤啊 这两家电讯公司现在打到非常的凶啊 他们呢的拉锯站呢 可以说呢把我们这些消费者全部卷入其中啊 每天打电话来骚扰啊 ok 他们的内容是这样 我今天早上我又接到一个电话 最近我一直都接到他电话 因为当然啦 因为我现在用着T公司的嘛 所以M公司就一直不断的要来撬我走嘛 ok 然后M公司他今天开给我条件是什么 他就说 哦 我们已经check到了 你跟这个T公司前的配套已经超过两年了 你可以走了 啊 这样啦 你过来我们那边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M公司呢 offer你什么 就是 你前面半年不需要给钱 啊 白嫖了 那半年啊 后面呢才开始要给钱 然后呢价钱一样维持129块 啊 ok 好 蛮吸引人的 哇半年不用给129 哇 算起来多少钱 啊 省一个700多块在那边 很好一下啊 ok 其实老实说啦 当年啊 我很早的时候 我一开始也是用M字头的 但是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啊 这M的服务让我不是很满意啦 所以我才卑鄙转去T字头了 而那时候我转去T字头也是有一个故事的 就是啊 那时候也是T的公司一直打电话来招了我啊 他们开的条件是很诱人一下的啊 就也是一样 价钱保持 然后呢也是半年免费 而且还在额外送多一个很大价的电视机 啊 ok 当然我不是他那个电视机啦 是因为呢 啊那时候M的服务让我觉得有点batch 啊 怎样batch呢 就是呢 三天两头断线 而且呢还经常要叫他公司的人来看一下Modernify Lauterify 老师说T公司的比较少啦 这种问题 ok 所以那时候我是忍无可忍就换掉这个M公司 换去T公司了 ok 然后到现在都还算ok了 都是很平稳的 没有问题了 所以现在就到M公司每天来烧了我咯 问我要不要换回来咯 不过他这一次他没有offer电视机 ok ok 好我今天讲够多废话了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最近呢 大家应该都有收到这些啊 骚扰电话 啊 如果你像我这样是T公司的用户 或这样M公司就会打电话来骚扰你咯 相反的 如果你是M公司的用户 或这样T公司又会打电话来骚扰你咯 我两种电话我都接过的了啊 ok 好 so今天呢 我就是用这个例子呢 来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呢 一个商业呢 只要有同行进来竞争的话呢 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竞争 甚至是恶性竞争 然后呢 这两个同行之间呢 就会呢 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撬走对方的顾客 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敢开出来 这个就是竞争的好处 竞争的好处最后的受费者就是我们消费者 我们消费者就坐在那边等 等看他们谁开的条件最好咯 但是呢 照我的故事来说呢 你要看你本身的那个服务的品质如何 我老实说 如果你电信公司 你真的是你的线不稳 然后呢又时常山腾脑头坏的话 你就算是送我两年啊 我都没有办法去buy你啦 是不是 这个也是很重要啦 ok 然后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很好笑的 这个M公司开出来条件就是 哦 T公司开给你一个月129吗 我们也是开给你129 其实我这里我给M公司一个建议啦 如果你想敲走对方的客的话呢 你单单给6个月免费是不扣的 你敢敢降价啦 人家开129你降100啦 这样的话呢 你会增加很多客户了 这是事实来的 所以我就说咯 我们身为消费者呢 我们是这一场竞争的受费者来的 到时候呢 我们就等两边互相的降价 互相的offer更多的好处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